新星的泪光 也许 人生才是那么看见我的人 因为他始终陪在我身边 他的眼光夜始终只干扰我 你可以送我 这个外线就把他吃头了 这个不行 干嘛这么想去 谢谢送你 喂 我是东小鹿 大红 早啊 这么有精神啊 东小鹿 我看你在台湾出场很开心哦 干嘛那么酸啊 我们下午就回北京了 别忘了带退场回来 听到没有 照片行不行 什么意思啊 我在这里看了好几只台湾的广告片 你和风景美极了 我问了同行啊 他们都说是一个小酒粪的比方 你不会告诉我 你一个人跑去什么酒粪吧 哎 我可是通过批准的 况且我拍的这些照片 都是要进公司创意资料库的 可是没过几个小时 就得上飞机了 你来得及跟那家会合吗 哎呦 不会有事的了 台北跟酒粪应该很近 哎 我先不跟你讲了 不然我真的要掉队了 快到海边来 我有礼物要给你 你看 Break a here - 我就说 - 我我可能还去 - 我就由你去 - 我的手带来 - 我们 dro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世界有个你 给我呼吸的勇气 就算泪光模糊了一切 在我心中依然美丽 生命最美的奇迹 原来就是与你相遇 是你握住我手心 去面对风和雨 把结局交给上帝决定 我只是想要幸福 用一生努力追逐 让星光带路 不管多无助 每一步都铭心苛骨 我只是想要幸福 为了爱不怕豪肚 我不会认输 我不愿让步 守在你身边 再多苦 我都已满足 我只是想要幸福 有一生努力追逐 让星光带路 让星光带路 不管多无助 让星光带路 不管多无助 每一步都铭心苛骨 我只是想要幸福 我只是想要幸福 为了爱不怕豪肚 我不会认输 我不愿让步 守在你身边 再多苦 我都已满足 听过一遍的曲子 马上就能逃出来了 程太太 程月的音乐天分 我接触钢琴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见过 哦 套手 最起码你也应该想想自己练钢琴的手是多么的重要 妈卖了多少碗的偶一 才帮你弄来这条钢琴 阿月 我喜欢你 你要我陪你一起征服纽约 征服全世界 那是不是代表 你的未来会在什么一起创 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的感情跟幸福 也通通交给你 阿月要给我礼物 那 应该是好消息吧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的家人 是不是这条 我不要让妈担心 拜托 不要告诉任何人 你放心 我会有事的 我会在那边等你 喂 对不起 我答错了 等一下 这不是我的手机 你叫瑞珊是吧 请问 你跟这手机的主人有什么关系 你是说陈月 我是她朋友 是很熟的朋友吗 对不起 请问你是哪位 还有为什么陈月的手机会在那 我叫董小璐 瑞珊小姐 你先冷静一点 你听我说 你的朋友刚出车祸 现在站在急救当中 瑞珊 瑞珊 怎么了 可是这件事情 你可不可以先不要告诉任何人 阿月神呢 尤其是她妈妈 可是没过几个小时就得上飞机了 你来的几个那家会合吗 对不起 你还在手术台上 因得伤势不斗 我却必须违背对你的承诺 按照规定的时间飞回北京 我把你的情况 告诉我的朋友瑞珊 真的很对不起 害你受伤 还不能亲眼看着你平安出来 我留下我在北京的手机号码 请你无论如何一定要跟我联络 让我知道你的伤势与情况 也让我负起所有该负的责任 再一次对你的周明珍 有了我最深的感觉 妈 我帮他玩回来了 爸 爸 董先生 经过我的检测 你女儿有肌肉萎缩的迹象 你要特别的小心注意 好辣 哦 辣死我了 还在一起这么久 从来不知道你还吃麻辣锅 嗯 我也是第一次吃 辣死我了 还在一起 不能吃辣也别吃辣嘛 帮你换个锅吧 夫人 不用不用 我已经差不多了 这样就饱了 快吃点 哎呦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 对什么事情都特别好奇 没吃过的东西就想试试看 不认识的人 也特别感到好奇 不过呢 东西吃完了 人也认识完了 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意思 讲话没头没脑的 不知道今天谁要得罪你了 其实是你 哦 谭英心 我要跟你分手了 你还要把锅子 就想要把锅子 放下来 好 好 好